大家好,我是文文,我是居住在犹他州盐湖城的地产经纪,欢迎来到我的盐湖城地产频道。 今天呢,我来到American Falk,核心地段,离海旁边的城市,往南一个城市给大家拍一套,屋矿非常不错的一套二手房。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占地,它的占地将近有半英亩的,这样一个大小非常大。 然后呢,它是三个车的车库,这套房子呢,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去I-15啊,上高速是非常的方便。 周边呢,去Costco,沃尔玛,药房啊,然后去一些生活便利店,非常的方便。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你在吃东西啊? 然后啊,周边的学校啊,学校也非常的好,它学校非常多,有周边有公立学校,然后它有非常不错的一个, 基督教的一个私立学校,也是非常不错的,每年的学费在一万多吧,一万多奖的情况,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私立学校。 还有其他的学校,私立学校可供选择。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套房子的外观吧。 前面这套大平前呢,就是我们要看的啊,今天的这套房子,屋矿非常不错,它是一层楼加个地下室的构造。 然后这套房子是2007年建,占地0.5个英亩,三车库,室内是6,03尺,非常大的,它平铺面非常大。 一共是7房4.5位,一层楼加地下室,现在的售价是130万。 那去年的年地税是6,300,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以及这条马路。 这个房子呢,出去啊,出去那个马路就是可以去Costco,沃尔玛,然后它其实是在小区的马路边的这样,一套房子。 然后很有意思,它这边是Q的set,可以看到吗,这边开进来,有个转角,转角呢,然后在这边开出去。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今天这套房子。 它是2007年建,但是它的外观还是非常的大气现代的,非常大的窗,我们可以看到。 房子的外观呢,它是石头,石头以及这个水泥嘛,粉的水泥的样子。 然后这里有个大的门廊,我们进去看一下,非常的气派吧。 现在进来了,它这个房子是非常大的。 我们这样子吧,因为它屏幕面非常的大,我们先看右手边,右手边呢,它是一个法式双开门,是一个办公室office,这个office大小非常大。 然后这个office旁边,看一下,office旁边是一楼一个,看一下,啊,半个微信间啊,半个微信间。 好,然后这样,它正门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正门,然后右边是办公室,左边看一下,左边是个会客厅。 Living room,左边是会客厅,有窗的。 这个房子,你看嘛,它是一层楼,但是它非常挑高的啊,挑高的这样,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往这边呢,就是餐厅客厅厨房,但是我呢,现在想给大家,呃,这边看一下,这个走道,走道这边有几个卧室,想在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先右手边看,右手边呢,是一个卧室,呃,这是个客房,然后这个客房也是非常的宽敞,它放了一个full size bed。 这个客房旁边呢,是这几两个客房共享的卫生间,双台盆,地装没有问题啊,还是比较现代的,但是这个台下,这个盆呢有点老了,啊,灯是蛮好看的,他们是肯定换过的。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样一个,不是台下盆的话,这个可以之后换掉。 呃,这个卫生间旁边呢,又是个房间,它每个房间都超大的,客房,是吧,这个房间大小相当于一个主卧的空间了。 然后这个卫生间的斜对面,呃,我们这边穿过来,穿过来,那么,呃,这里呢是两个客房,一个卫生间,穿过来就是它的family room。 呃,就是它的客厅了,大的客厅,非常宽敞吧,然后那边应该是主卧,我们现在去客厅看一下,地上都是木地板啊,石木地板,这个完全是石木地板,这里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厅,然后我们看这边厨房,2007年的房子啊,很,很,呃,大气的,灶得还非常大气。 这个大理事台面有点旧啊,但是它这个空间感还是挺大的,今天他们这边有人来给它打扫房间。 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厨有有有有点那个破损,这个要修一下,或者说把它换掉,厨有点,厨柜有点破损,但是厨柜的样子还算可以。 啊,这是一个导台,然后这边,这边当中呢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导台,嗯,洗碗机,双水槽,这里呢是那个,呃,灶台,下面是烤箱,微波炉,贴的这个瓷端没有问题,背景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点,换为有点旧。 然后它这个台面还是挺长的,可以放很多的小家电,然后这边呢,旁边就直接开放室的。 诶,它这个灯还挺漂亮的嘛,水晶灯,这就是一个厨房,厨房的空间,放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呃,长的餐桌。 厨房呢,啊,这个餐厅呢,它是,呃,窗户挺多的,采光,呃,采光相当的不错。 呃,然后这一面啊,这一面应该是朝南的,它的客厅整的来说朝南的,我们外,外面露台看一下。 它有一个大的露台,还是相当的舒服,它这道房子是workout basement的,不出事的,走出去的一个workout basement。 看到啊,那边,往这边走,这里呢,这扇门可以主卧出来,啊,主卧出来,是这样子,一楼三个房间,地下室四个房间,哎,院子大吧,露台可以望到院子超大,超级大,而且院子里有一棵,非常古老的一棵树,这棵树应该有几十年了,非常老的一棵树,我们一会儿下去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从这个平台呢,可以看到它院子还算比较的规整的,它呢,有很大的一块草地,然后呢,这里有一个building的这个小孩子的玩乐的这个儿童广场。 然后在里面呢,那边有一个,那个小房子是储藏间,然后这里有个篮球架是可以打篮球的,所以它规划的还不错。 这套房子的占地0.5个一亩是非常大的,能够现在买到,呃,这个价位买到这个大占地,而且在不是很偏僻的地方,还是非常难得。你进来吧,进来。 好,然后,我们往这边看一下,厨房这边,这里先左手边是车库,这是衣帽间换衣服的地方,呃,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车库吧。 三个车的车库,我给大家看。 他们这边还堆了很多的东西,车库呢是有窗的,车库是ila听了, 是朝北的 这里朝北,那个小窗是朝东的 狗狗可爱吧,宝宝? yeah i want to buy a dog in my house 好,i want to buy a dog in my house when you grow bigger you can tell me when I think about it yes maybe,i will think about it 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主卧 哇,这个主卧超大 but my see it's the room huge,it's a huge? yeah it's too huge,is it? but I want the room here you want it? 你看这个床 这可以放四个这样子 yeah you want to buy a dog in my house 哈哈哈 你睡一会儿叫好 我们这边睡躺一会儿啊 对 这个就刚刚在我们那个deck 看到的双开门啊 看在里面卫生间满 墙子蛮好看的 我觉得这墙子 满典雅的 卫生间 他这个台盆就是台下盆了 还行 双台盆 这个浴缸很舒服超大 浴缸还是蛮时髦的 06年造的这个浴缸不错 你看这个 look at the top it's a huge it's a huge it's a huge yeah 这个是按摩浴缸啊 有气泡的按摩浴缸 然后呢旁边是一个shower 这个好像很浅 看一下 哦也不紧挺大的 哦哇 里面还有哎 给它哦 我天呐 挺大的挺大的 双烹头 这个shower挺大的 外面看看萌小 里面还是蛮深的 然后这扇门 shower旁边就是马桶 马桶 里面呢就是布鲁式衣帽间 我们看衣帽间有多大 衣帽间也也也比较大很高哎 它上面还可以做厨 对吧 像我如果我们在中国的话 中国人的家庭就是 那个房子都要厨做到顶的对吧 很多的储拿空间 所以上面这块有浪费掉了 但是可以做厨啊 量身定制一下厨柜 这样挺大的 那这个呢就是主卧的卫生间 我们现在去地下室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可爱的狗狗在哪里 在这里 he's here what's that oh he's a toy so cute so cute the boy Gucci 他的名字叫Gucci 像皮小马吗 he looks like a pony oh yeah 爸爸像皮马外 like a horse like a pony he looks like a pony he's a pony he's a pony he's a pony 我现在去地下室拍 应该是 这是地毯啊 地毯 下去看一下 体操 下来了 它在面枪只了 好,下来我们先左手边 好,往这边走 它是个环形的 我发现它是个环形的 这是地下室的一个 family room family room 有点暗 我看一下 现在可以家庭饮院 家庭饮院 下面也是个food kitchen Yes Oh, that's cool 餐桌 然后这是一个厨房 它楼下是造的一个food kitchen 就是楼下是全部配备 可以炒菜 可以烤箱烤 微波炉冰箱一整套都有 然后下面的水槽 然后这里洗碗机一整套全部有 四个房间 然后这个呢你也可以作为出租房室 租金非常可观 四个房间 至少可以 我觉得 四个房间嘛 至少可以租到 像这样还有院子 你2800至少打底的 我是比较保守的说法 2800 3000以上 然后这里呢 然后这里呢有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房间 这个可以作为office 它没有窗 然后这个房间旁边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个洗衣房 哦,刚刚楼上忘记说了 刚刚楼上车库啊 车库右边是个洗衣房的位置 洗衣房 这里面应该是储藏室 看一下 看一下 哦,不是耶 这是楼梯 楼梯通道 这个是车库吗 我上去看一下 这是不是车库 Is this garage? No, it's very chunky 哦, it's a garage Is it? It is 然后你这边如果有租客的话 你可以这座门啊 直接进来了 这座门通往侧院的 直接进来 嗯,它这个是车库啊 这是我靠的 就是它可以直接 这边通到地下 自己住的地方 Come in Good, my mama close up Good job 然后这个看一下 这是储藏室 呃,好,这里往里走 这里还有两个房间 这明显是个卧室 非常不错 呃,这两个卧室 Jack and Joe 当中有上了一个卫生间 对吧 里面 里面是浴缸 洗澡的地方 Jack and Joe 这里看一下 这是另外这个房间就是完全地下的了 有点暗 我要开个灯 这是完全地下的 灯开好还行 反正就是有点暗的 这个采光不好 旁边那个好 然后我们穿过这个厨房 呃 客厅 刚刚那边没有看 那边还有房间 这里有两间 这间挺大的 这间采光好 双 双衣橱啊 然后上门 双衣橱 这间采光不错 哎,这间不错 然后这旁边 旁边是个共享的厨房 这道房子超级大 六千多尺 呃 这是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旁边呢 还有一个房间 这个采光也是好的 也在上面的 窗也在上面 三个房间采光好的 一个不好 所以 房间还是挺多的 我们看这边 这什么 这是机房 Storage 然后旁边看一下 旁边也是个 储藏室 嗯 嗯 啊 走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你喜欢这套房子吗 呃 六千尺大占地 然后地下室呢 可以作为一个出租房 使用的一个房子 那刚刚我跟那个 呃 问了一下Listing Agent 他们这个seller 他就可以给你做这个seller refinance 不是说错 就seller 对 差不多这个意思seller贷款 就是说你呢 就是房子过户 名字可以改成buyer的名字 但是呢 可以还是利用他们原来买的时候 比较低的利率 到时候等市场利率下来以后啊 就buyer可以以后自己再refinance 但是买房交房以后马上可以改成buyer的 呃这个抬头上改白的名字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一套房子 或者在犹他州沿湖城有买卖房产需求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